嗨,大家好,欢迎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位顶级试魂二代高手,左边弗里塔塔王,选的是霸王,白色衣服的霸王,右边是穿着蓝色衣服,一身蓝色头发,非常帅气的火花神剑的菊佑金,这两个角色,他们两个是共用了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叫做亥队岛,没错,它是一个海岛,刚开始呢,菊佑金就把霸王玩,给他干到了一个红血的状态,跳中刀,地位,再来跳中刀,下中刀, 这里菊佑金出了一个下蹲的轻腿,不过现在肉男已经把火花神的血量干到了红血,现在一个赞C,因为赞C可以破他的前轨下发的,肉男想出前冲的下段的轻腿轻刀来做一个套路,可惜,被菊佑金使用了一个下蹲的一个中刀,做出一个截杀,那么,佛罗里塔塔王,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肉男,第一灯没有成功,发完作为试魂二代,哇,漂亮,战争, 用刀破掉对方的一个台相,刚才是出了一个后魂取消台相,跳中刀,蹲中刀,这里打对方一个起跳了,一个进程乱动的,现在霸王已经暖怒气,好,出了一个立阶战,看到没有,刚才菊佑金用了一个原地的烟反做一个取消,但是没有用啊,距离太远,霸王反击不到他,霸王刚才是想出一个下段的强制小跳, 下巴可以用来回避对方的台相,中刀,没打到,这里菊佑金用了一个下巴回避对方中刀,滚冲头,那么,再次做一个跳鸭头,下中刀,再次打到对方的乱动,立阶战取消,菊佑金原地烟反摸血,那么,现在霸王又被打到一个红血,满中气,菊佑金,现在刚才特别的搞笑啊, 他刚才是出了,想出原地烟反,又不敢出,所以说,空中火弄了一下,什么都没出,下来抓了个头,刚才他也在犹豫啊 本来是想出一个跳中刀,或者出原地烟反,想来想去,还是算了,不出了 那我们看肉男怎么利用霸王来继续他的第二次挑战,喜欢社会朋友,大家给我点个关注,好吧 那今天这场对决呢,最近会非常的精彩,否则他还是,选择了霸王,白身霸王 他们两个场地呢,其实,用的都是共同,用的一个场地,有谁进行小三连 把我们被打到一个雪红霸曼,霸曼的时候大家看到没有,是有一个啊 动作的,这个动作是无敌的,只要你不乱动摇杆,是没有办法 肉男进行山,用战中腿做出一个原地的击杀,那么,前滚下巴取消一下动刀,动刀打对方抬向 现在用战飞破对方下巴,那继续抬向,完了肉男没有血量,抬向重抬向 这里就算你起跳,那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的重抬向是,铜下往上撩的 这个技能是完全破你的起跳的,你防的话,你的血也防不住 那所以说,刚才这个技能是必输的 这场地在日本历史上真是存在的,原型的叫做炎溜岛 取决于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使用的职务的原型,弓本武当跟做炎溜岛 霸王的原型就是,弓本武当,那究竟的原型就是来自于做炎溜岛 好,咱们来看接下来这场对决,现在华杰利用自己不断的套路 把肉男的血量,弓大大王的血量已经干到了,只剩了四个的血量,红血,用战C破对方的前过下趴去 这里也非常聪明,铜金的腿啊,不断可以破下趴,而且可以用来对空的 鸡腿来了,谁蹲鸡腿,肉男没有吃到鸡腿,铜金吃到鸡腿 妈妈现在还生气,下蹲中腿是可以木鸭占中刀的 但是刚才对方是出个蹲姿,没有把大刀,天霸翻转出来,这里已经防不住了 这里的时机是刚好卡在了鸡腿起身一瞬间 这里的话,你是不能动过,只能被动防守的 正常来下,面对天霸翻转的技能,你选择起跳或者下蹲,不防守,那就没有问题 他只能刮你一下,掉你一点血,但你如果防守的话,那血量掉的可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了 好吧,霸丸继续,发起板面的吓贼 有名强烈小票,好,吓贼前走投 天霸翻转磨血,我去,火花神剑被他磨血,磨死 上一把你用了台相磨血,这把我用天霸风斩来磨血 一炮火一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忽然神剑是不是要继续挑战 好吧,果然是,顶级高手,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发起挑战 上来就是中彩象,准备穿身打你象,果然是穿身打你象,这身战中刀 好,这里是打你一个收招判定 那么,战中刀是霸丸的,非常具有杀伤力的一个中刀了 很多角色的战中刀没有霸丸打的是那么实惠 好的,刚才是想用战中刀来打对方前中 可惜竹竹竞也出了中刀 所以说我们当中刀有个拼刀 拼刀的话,咱们的一般国内的玩家前规则是 拼刀刀掉了之后 或者是超比叉戴打到你的刀 刀掉的时候那是让你捡刀的 这蛇是不会攻击你的 好,点被一次 吉他来了,谁呢,肉单吃到 出发大王现在在有一个血量的优势 要不能出炎尼亿反,看到没有 这个蛇就不能出炎尼亿反了 你出炎尼亿反的话,对方 潜充住车龙 天马分战来了 好 再来空中再输 好的 再魔旋 完了 没出来 这里 没有办法 没出来 其实这种 对方倒地贴身 出天马分战的话 风险很大 很容易会被对方 抓到亲头的 踩下头 我们来看这边 踩下头之后呢 大弯 刚才这个 中刀差一点 打出个逆向判定来 可惜啊 他用满路了 立地斩之后 再撒出一个逆向判定 怎么办 进身中 又是一个小三连 结果 弗里特大王 被火花神剑 直接干掉 喜欢事后的朋友 给我点个关注吧 也请大家能够点赞 留言转发支持一下 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